被人欺负了 我们该怎么办 被人欺负了 伤害你了 并不由你决定 但你是否已身心报复 却完全操纵在你的手里 如果你也身心回报 怒火踪烧 最终伤害的是你自己 事实上 来自他人的言行 并不可能对你造成伤害 你之所以感到委屈 是因为你对这些言行 不能释放 如果你是对的一方 你没必要发脾气 如果你是错的一方 你没资格去发脾气 这才是真正的之后 假如这个欺负你的人 过于仓库 你却看到 过些年 辞早会有人收拾他 因果不空 终究你不会吃亏 他也必然 受到他所应得的 网网